- 清賴島上的冒險 - 清賴島上的冒險 - 清賴島上的冒險 - 持續在清賴島上的冒險中 - 發現有一個任務與有機關 - 不難,但是可能有人不大清楚怎麼解 - 清賴島上的冒險 - 清賴島上的冒險 - 首先我們抵達月食春後 - 會遇到藤原菌子 - 他會跟你說正在尋找祖上的寶藏 - 看到了寶藏圖後 - 我們發現右下角有紅字圖案 - 看視者有順序 - 到他家之後開啟機關 - 會看到地板上的字亮起來了 - 沒錯,這個解謎就是要跟 - 寶藏圖上的紅字圖案順序一樣 - 陸續踩動機關 - 順序對就會亮起來 - 順序錯誤則會變成紅色失敗 - 且必須重新啟動機關 - 我自己將紅字用成我比較好理解的方式 - 所以是TW火 - 看起來就像,就先這樣吧 - 解完上面的機關旁邊出現密道 - 可以前往地下室 - 到達後有九個圖文版 - 一樣要按照寶藏圖改的紅字順序來解鎖 - 喇叭這邊做了張圖 - 不想動腦的大家可以直接看來對照解 - 方向是寶藏在左方,藤原君子在右方 - 因此是這樣解 - 方向是寶藏在左方 - 捷完後又有新的一關 這關是這樣子解的 解完後可以開啟寶箱 接著出去後就會遇到 想要搶走東西的壞蛋 打完後尋寶活動也就告一段落了 以上就是關於青賴尋寶解明的方法 不會很難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大老爸 希望我的影片記得數之三連 我們下期見